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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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二 教育中的敬拜 第三 如何敬拜 第四 我们敬拜的内容 第五 假敬拜 我们首先看敬拜的原因 诗篇82篇第二节 我羡慕 学想耶华的言语 我的心肠 那些肉体 向永生 上帝呼吁 人类的心中有一种渴望 无疑是最初上帝安置于其中的 在创造之初 我们会敬拜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敬拜的 就是我们的创造主 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 放了一个渴求永恒的愿望 就是敬拜祂 也就是说祂在我们的心里面 放了一个敬拜的愿望 可惜人类却是远离上帝 去寻找其他方法来满足这个愿望 在古时他们一般上去敬拜一些东西 或者一些被造的东西 比如太阳 星星 鸟雷 塔重等等 时至今日 人类反而去敬拜一些隐形的东西 就比如金钱 权力 性 运动员 歌手 政治家 甚至属灵领袖 和他们自我等等 事实上敬拜的主题是很重要 因为它是关乎生死的议题 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心思的 在启示录书十四章 和大宴理书第三章的记载 都表明了敬拜的问题是多么重大 大宴理书记载三个希帕来的青年 沙达拉·麦撒·阿伯尼哥的故事 这就是一个好例子 告诉我们知道 上帝是如何关心我们有正确的敬拜 正如耶稣所说的 经上记着说 当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接下来我们探讨教育中的敬拜 在诗篇七十八篇第四节这样说 我们不将这些时向他们的子孙隐瞒 要将耶稣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 上帝赐予以诗人一本特别的书 让他们学习如何敬拜 而这一本书就是诗篇 诗篇本质上是诗 其中的文字就是歌词 诗篇的希帕来的意思就是赞美之歌 我们若是向上帝献上赞美 无论是以什么的形式 都是在敬拜主 这篇诗篇讲明了三个重点 第一 如何敬拜 第二 敬拜的原因 第三 敬拜会带来什么结果 在如何敬拜上面 经文就述说上帝的大难 所行的歧视和上帝的律法 他们可以以诗歌歌唱出来赞美上帝 而敬拜的原因有两个 就是使得他们的后裔得以认识上帝 并且敬拜上帝 和免得他们重复他们祖先的错误 而敬拜得来的结果是包括信靠上帝 信重上的律法 避免叛异、忠心、守弱 和保持于上帝的联系 所以在教育圣经里面的CP 在古语师的宗教生活里面 占了重要的地位 接着来探讨的题目是如何敬拜 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上帝是那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在耶稣与什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里面 提到两个重要的和必须的敬拜方法 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 用心灵 因为我们的敬拜是原因 我们对上帝的爱 和我们与上帝的个人关系 而用诚实 诚实的原文可以直认为真理 我们要好好地认识上帝 和明白他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必须对上帝 他是谁 和他对我们的要求有正确的认识 换一句说话 对于教义有正确的认知 例如了解我们所敬拜上帝 绝不会让人在地狱永远焚烧 而这点非常重要 因此真实敬拜 是认识与信从上帝 以及与上帝所启示我们 关于他的真理之后的一种结果 好了 承接下来我们要探讨 我们敬拜的内容 诗篇九十二篇第二节说 要将耶和华的名 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在圣经里面 其中一个比较欢乐的敬拜景象 被记载在《历代至上》第十六章 这一章记载大卫在药柜前面快乐的跳舞 他同时分级食物给民众 刚才读过经文诗篇百二四篇第二节 大卫他说 我贬慕赫赏赏耶和华的言语 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宽赴 这个经文就说明了 大卫在上的殿中 敬拜上帝为他最大的喜乐的原因 为什么在回幕或者后来的圣殿里面 敬拜上帝是如此重要呢? 因为这个地方 是象征古时上帝和耶稣同居的地方 同时是向耶稣显现教肃计划的地方 正因为圣殿的其中每一串都表明了教肃的计划 所以圣殿就包含了我们敬拜上帝的真正原因 也就是敬拜的黑心就是耶稣和救赎的计划 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回幕的献祭仪式里面预示了 耶稣在十字节上的牺牲和看死 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所以敬拜是对耶稣和上帝的爱的一种回应 记得前书仪章九节讲到 我们乃是一群敬拜圣结的上帝的圣结子民 正因为基督的牺牲 使到这种圣结成为可能 所以默想上帝救赎我们的爱 就成为了敬拜的主要内容 好了,最后一个题目就是假敬拜 是启示录十四章九至十节这样讲 由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 大声说 若有人拜兽和兽杖 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 这酒斩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唇一不责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和流黄之中受痛苦 这个经文指出末后的日子 将会有假敬拜出现 有人将会拜兽和兽杖 而他们的结果将会受到懲罚 很多人都在尋求建立在世人哲学之上的 微妙的敬拜方式 就好像耶稣时代的法律座人 他们建立了很多规条叫人遵守 事实上它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在耶稣福临之前 敬拜这件事将会将这个世界翻为两半 一方就是愿意照着上帝所要求的方式 会敬拜这一群 而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人 就是另一群 按照《使徒行传》第十章 很明显的 上帝接受每一个诚心 依照自己所得的知识 去敬拜他的人 而今天我们得的知识有多少呢? 我们认识上帝有多少呢? 而我们对上帝的教导又有多少呢? 正因为上帝配得 我们献上最好的敬拜 因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绝对不要停止学习明白 什么是真正的敬拜 在《一同在天上》这本书 《华尔伦》中说 我们礼拜的场所可能非常紧陋 但照样为上帝所承认 我们如果以心灵或圣实 并以圣洁之美来敬拜 子女就成了我们天国的门 当我们重温上帝奇妙作为的教训 由冲地借着祷告和诗歌 表达感恩之情的时候 天上来的使者就齐声合唱 一同赞美感谢上帝 的确 敬拜最重要的 并不在于地点的堂皇或者简陋 我们的敬拜必须从心发出 如意我们都以开创的心 以真正爱上的心来敬拜他 好了我们今课和课概述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